在最新一期的真相把花花万物中,迎来了尹尔和傅欣伯两个夫妻,相信很多人都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。 尹尔和傅欣伯日前参加了另一档综艺,尹尔在节目中可谓十分的圈本,她是年龄最小的娇妻,却是最能干勤俭节约的一个妻子,尹尔的家也曝光了,这是她在横店临时落脚的房子,他们在北京还有房子,因为是临时的房子,所以尹尔对家具和装修方面都比较节俭,尹尔透露整个家的装修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负责, 和时装鞋柜这种小事都是后她亲力亲为,在最新一期的真相把花花物中,尹尔和傅欣伯还没出场,但是他们的支付宝购物清单先曝光了,尹尔在节目中的三千多元的沙发贺单出现在银亭上,一击给女儿卖的凉席和方金,新一色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,连家边缘承接都忍不住直呼比她还抠门,随后按照惯例, 小S肯定会问一些八卦,小S先是问尹尔最想和谁眼情侣,尹尔思考了一回表示没有想过,随后小S问傅欣伯,想跟谁眼情侣,傅欣伯思考片刻说了五个字,S也这样的,原来傅欣伯是喜欢年长一点的姐姐,小S听到这一句话后,非常的得意和开心,她还特意问傅欣伯她漂不漂亮, 傅欣伯立刻脱口而出,没,看得出傅欣伯在小S的步步紧逼,之下开始有一些紧张了,小S趁机走到傅欣伯身旁和她对戏,两个人暧昧极了,此时谁注意,到尹尔,尹尔突然尴尬,表情凝固的站在他们两个中间,虽然她知道是为了节目效果, 但是毕竟自己的丈夫这么说,她心里多多多少少有些不高兴,此时高情商的蔡康勇看到了尹尔的肝打,她立马把尹尔拉到了一旁,好啊小S和傅欣伯对戏,小S一秒入戏,难道你不觉得四十岁略性老一点吗? 傅欣伯思考片刻表示,并没有,没想到小S仍然继续追问,老女人哪里吸引你? 一句话把傅欣伯给问住了,场面陷入尴尬,此时蔡康勇都看不下去了,立即解围,最后小S还在追问傅欣伯是不是喜欢像妹妹一样的姐姐,傅欣伯透露喜欢成熟的姐姐,还特意赞美小S是介入成熟和智能中间那一等,小S听到这个答案后,还算是满意,最终结束了这个话题,她也透露傅欣伯越讲越虚, 父亲不害羞表示没有虚,瞬间被小S逗得哈哈大笑,又没有 谢谢운�丝 完成任何语